《人民的名义》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,让很多老戏骨又一次火了起来,胡靖也参演了里面的人物,自此之后也迎来了第二个春天,胡靖很多人都是听说过的,当年出演《萧庄秘史》,可以说被称之为是古装美人,至此之后还出演过很多古装角色,不仅仅人长得比较美,而且再加上他的演技,确实受到很多人的关注。 在最好的时候,胡靖却选择了嫁给马来西亚的一个董事长,之后结完婚,胡靖就开始退出娱乐圈,在家里面安心带孩子,很多人都觉得胡靖能拥有如此完美的婚姻,而感到非常的羡慕,但是没多久又再一次的付出。 在记者发布会上面,有人问她的婚姻状况,胡靖没有做出正面的回答,不过看到痛苦的回应,很多人都已经猜测到了,对于胡靖的打击不仅仅有婚姻的失败,而且还有整容的后遗症,显得整个面部特别的臃肿。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